大家可以看一下現在目前的圖示的地方 這個地方我們當時就是由月潭進入這個發生事件的車廂內 車廂內可以發現有通路破水的現象 還有鋼管所停留的鋼管所停留的位置 那接續的就是跟各位報告一下 這一張的鋼管所相對的位置 我們從這個方向從這個方向看過來的 依稀證人當時指證了這個A特定對象 A特定對象是說 站著所持的這個鋼管的爆裂物 鋼在脆弱在窗戶外 鋼在下落在坐椅上 這個就是當時坐椅上面的爆裂物的開花通話 這個就是當時坐椅上面的爆裂物的開花通話